第1 梁君彥 大家好,我是2v班的梁君彥 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本书 《韩寒的飘移中国》 韓韓是一位在中國文壇頗有名氣的作家 同時他也是一位賽車手 這本書裡面講的是現在中國要面對的一些問題 這本書的書名叫飄移中國 就是說用一個很快的速度去看現在中國所面臨的一些問題 這本書裡面提出了很多問題 有中國的教育問題 官員貪污的問題 我現在想說的是中國運動員的問題 運動員每一個運動員 他們如果他們能夠代表國家出賽獲得冠軍 他們果然之能夠獲得掌聲鮮花和榮耀 但是你們有沒有想過在台下那些得不到獎的那些運動員呢 他們又受到什麼樣的待遇呢 是自己的自責教練的破嗎 還需要面對那些群眾的無理是嗎 在這本書裡有一篇文章 叫可憐的運動員 所以他們正正指出了這個問題 他說 在現實生活有兩個人在聊天 關於劉翔因為腳傷退賽的問題 他說 有一個說 劉翔沒有半點體育精神 就算是爬也得給我爬過去 另一個說 劉翔是用納稅人的錢培養的 他要退賽 還得問過那是人同不同意 我覺得比較搞笑的是 他說抱有這種觀點的人 基本上從來沒那個歲 跟著大呼小叫的人 搞得自己好像在這個國家裡 除了運動員 沒見過其他浪費工款的人了 而運動員的可憐之處在於 他們根本沒花國家和納稅人多小錢 我們老實說 培養一個運動員 要用幾百萬幾千萬 但是在中國大陸裡面 那些貪官忽利 一個隨時隨地都能貪污幾千萬 那不是更浪費納稅人的錢嗎 我認為看完這篇文章和這本書以後 我覺得他寫得非常好 因為他寫出了現在中國面臨的一些問題 還有 比如說剛才提到運動員所面對的問題 如果我是一個運動員 我盡心盡力去比賽 輸了我已經很自責了 你還要自責我 說我浪費了你們的金錢 這很顯然會讓我們這些運動員很氣餒 甚至以後也不想出去比賽了 這豈不是讓我家寫失了一些運動的好苗子嗎 這就是我的獨厚感 謝謝 謝謝